台湾带您来看到最新消息 台南市归仁区高铁二路 今天下午两点多发生一起火烧车以外 一辆轿车行驶到一半 突然不明原因爆炸起火 撞上分隔岛之后才停下来 车上驾驶不幸当场身亡 陈信民众驾驶自小客车 沿着高铁二路由北往南行驶 行驶到归仁区高铁二路 靠近归仁六路路口时 不明原因起火爆炸 燃烧后自撞分隔岛 驾驶当场死亡 本案归仁分局调查理清中 消防人员获报出动5车 12人到场抢救 火势扑灭之后 轿车已经被烧得焦黑 根据目击者指出 轿车起火之后 有看到一名男子从车内逃出来 趴在地上 附近居民见状连忙拿起灭火器 扑灭火势 等救护人员到场后 发现这名男子已经失去呼吸心跳 至于轿车爆炸起火的原因 警销正在调查当中 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 当然也包括挺谈动态 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 还有订阅华视的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